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本地的一个网上情色骗局 在2014年总共是66起 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是1203起 你看短短的一年内就增加了17倍 是 我们再接下来看看这一组数据 这个是涉及到了金钱的网上爱情骗局的数据 2014年198起 2015年383起也增加了将近一倍 而且受害者被骗的总额已经高达1200万元了 是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志生 星期三在国会中也提到了网络罪案的引用 那么他还用了描述了典型的这个小燕子情色骗局 看看他怎么说吧 而这个小燕子会说他自己目前在新加坡念书或者工作 他先是与受害者谈天说地 但是很快就会谈到金钱上的问题 说自己怎么急需帮助 之后小燕子会建议与受害者见面或提供性服务 两小时100元或150元 要过夜的收费就更高 受害者都可能一开始会拒绝他 可是经不起小燕子再三发短信求助 最终会答应在新加坡的某个地方与小燕子见面 所以就提醒大家真的千万不能上当 而且这个名字小燕子小李子小花子等等 小瓜子 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了 千千万万不能够上这个道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聊天的内容一旦有所不妥的话 这时候一定要非常地警觉 或甚至是陌生人如果发简讯给你的话 就干脆不要回复 这样的网络爱情骗局是非常地可怕的 可是在新加坡警察部队 最近在面部网页却推出了一个视频 教你如何在网上寻找爱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这个视频是有允议的 首先在多个交友的应用程序上面 要注册账号 找到你喜欢的 要当然把自己的照片美丽地放进去 然后大家聊聊天 问问他一天过得怎么样 闯开新房 关心一下 花很多的时间大家要建立起感情 这时候终于说我觉得我们该见面了 约定时间了 约定地点了 然后什么时候见面呢 大家约好了 小白一下 就是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就绪了 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 对方要跟你借钱 而且不只是借小钱 是借一万块钱 你会借给他吗 因为他说可能需要签证 需要你帮他申请 所以你就掏空了积蓄了 帮对方申请签证 这个白花花的银子就送上别人 送到别人家门口了 所以心里是满足期待的 想要说很快他就会来了 结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等待 他还是没有在你身边 最后的这个结果当然 就知道了是一场call 换来的是什么呢 警察报告破碎的心 还有被掏空的存款 千万不要上这样子的当 当然这个视频的呈现手法 相当的特别 因为你到炸开之下说 不行要教你怎么在网上找对象 可是最后的结果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警讯 没错 一份警察报告 一颗破碎的心 另外就是一个被掏空的铺满 没钱了 当然这个手法 网友们真的是相当的欣赏 赞不绝口 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们具有意义 比方说Joanne就说了 我喜欢这份爱情惨剧的食谱 要参考这个所谓的 完整食谱的话 请上网 www.scamalert.sg 这个通过网站 可以了解到更多 关于诈骗案的详情 而且在网站上 有非常多不同的 诈骗案的故事手法 希望都可以成为公众的借鉴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 是越来越普及了 用途也是越来越广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当然这个很难讲 因为只要大家 能够随时随便地上网 这些资讯都是随手可得的 没错 而且网络上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是非常惊人的 好 我先马上来谈一谈 最近引爆了全球的 巴拿马文件2.6TB的文件 一键按下 传遍全世界 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 马上成了网络上热门的搜索 那么相关的新闻在网络上 可说是铺天盖地 看看我们推特的统计数据 好 首先看到 从4月3号到7号 推特上一共是有440万条 贴上了 巴拿马Papers标签的推文 最高的记录 是网民在一分钟之内 发了2600条的推文 这起事件被指 是在史上最庞大的资料外写事件 1150万份文件 揭露了过去的40年来 全球多国的领袖 明星等等利用所谓的 避税天堂来进行避税 利用避税天堂来逃避缴税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那我们美国网络论坛的 Read it 就用很巧妙地使用 小孩利用铺满 秘密存钱的比喻 来解释一下整个过程 那么网络新闻网Vox 在之后也特别为这个比喻 制作了一系列的卡通 来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小孩 我们称他为小明 他把钱存进了一个小铺满 放在房间的架子上 那这个指的就是一个人 在国内的资产 好 再继续看下去 小明的妈妈不时会进来 检查他的铺满有多少钱 小明并不喜欢妈妈这么做 就是一个国家政府了 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 于是小明找来了一个新的铺满 把钱都存到新的铺满里 再把铺满寄放到小华的家 因为小华的妈妈很忙 不会去查看小华的铺满 所以这个他的意思就讲说 把资产挪到一个空壳公司 存放在巴拿马 因为巴拿马的政府不会去检查 这样子小明就可以秘密地 在那里进行存钱了 邻居其他小孩知道后 觉得这个点子不错 也决定把铺满寄放到小华的家里 小华家现在满满都是铺满 而且都是其他的小孩子 也就是其他的避税人 有样学样 用这个方法来逃避脚税 但是 重点来了 有一天小华的妈妈 发现了这些铺满 生气地拿起了电话 通知其他小孩的妈妈 小孩偷藏私款 所以这些避税人士的行径 其实就是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被揭发的 那你看虽然东窗事发了 但这并不代表 是每个人都在做坏事 那有些人只是不想让妈妈 知道他有这笔钱罢了吗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这些所谓的钱财 可能是偷来的 可能是账款 所以现在的工作 就是要查出说 哪一些的钱属于来路不明 那么就算这些钱 它并不是账款的话 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地脱身 因为这个所谓的新铺满本身 就不是一个合法的途径 是 那这些插图 让我们去了解到 这个巴拿马事件 那么接下来 也带你去看另外一组的画作 让你走进一个回忆的记忆里面 我们来看看 这些画面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 就是在中巴鲁的巴沙 而且那个时候带出了一些人文气息 五六十年代的风貌 所以这样子 你走在中巴鲁 所有的人物就好像活灵活现地 真的出现在你眼前一样 像人巴沙里面有路边滩 有非常出名的拉萨 还有只有算命先生 是 这些都是属于当时 七十年代的生活风貌 是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有个小镇风光 那这里有个出名的 我们的印度同胞们 卖的就是 很好吃 在路边看到 还真的很想去跟他买 真的 颜色搭配得很棒 那你知道吗 中巴鲁那边也有很多人养鸟 也有鸟狼 所以这个鸟狼 也成为了这个壁画的材料之一 非常休闲的 这一个可就是在家里头的画面了 很典型 有全家服 有日历 有很标准的装饰 你看到这个小桌子吗 绿色那个 是当时那个石像 是非常流行的三合版的家司 而且看这个所画的报纸 还有光沙野风叔叔 这些古老的电视机 这个画过就点出了一些符号 比方说当时那个时候 比较火红的一些人物 那有看到这个照片吗 这个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的画面 这个壁画的作者 他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47岁的叶耀宗 原本是一名会计师 据了解他已经辞掉了会计师的工作 全新地去投入壁画创作 其实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相信他也是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艺术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 是 他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了 为了生活他可能有一天会回到去做老本行 也就是会计 所以我们都希望他再回到老本行之前 可以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留下更多像这样子的作品 这个是个好主意 你看画家留下画作我们也要负责任 去他的画作那边拍照 那到底这些壁画在什么地方 好 告诉大家 这些是在中巴鲁的小贩中心附近的这一区的老屋 它的大牌是在71 73 还有74 就可以找到这些作品了 是 这个周末 趁着周末到中巴鲁走一趟去看看 拍下这些照片 然后上载到我们师城有缘面部 跟我们分享也是一个好主意 是的 当然也同时非常地欢迎 你可以浏览包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也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内容了 是 好 很快周末了 希望你到中巴鲁去走一趟 我是俊薇 我是游宜 祝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下个星期再会 再见